其今海水浴場拉封鎖線 禁止細水舉辦的風箏節 沙灘上的大型風箏先暫時收起來 水上氣墊樂園先消風壓扁 怕大風吹走設備 業者把能搬的東西先搬上車 放到安全的地方 用什麼壓 用東西壓著 什麼樣的東西要先收 就小東西要先拿 收掉 暑假旅遊忘記 颱風吹跑了遊客 街道冷冷清清 不少店家沒做生意 開門的海產店 生意只剩下一成左右 颱風天來 昨天前天就要想說 可能要掃叫 風雨太大 我們如果做客業 交通不方便 所以是提早要回去了嗎 對 我們今天就要回台南了 同樣靠海的高雄港南新灣 天使輪漂流貨櫃 持續進行打撈吊掛 高雄港區內 已經可以感受到明顯的浪 而且看到一些破損的貨櫃 是卡在銷撥塊 而今天一大早6點 潛水員就下海協助吊掛的作業 這些貨櫃能拉多少算多少 破損卡在銷撥塊的貨櫃 沒有外漂的疑慮留在原地 至於水下的40紙貨櫃 早上6點潛水員下海協助 總共撈起6紙貨櫃 撈起來的所有貨櫃 加起來總共幾十個排排站 暫時存放在碼頭 至於山區嚴防大雨 土石流道路中斷 一些慢性疾病洗腎的患者 老弱富爐坐上軍卡車 移動到活動中心安置 桃園區200多人 納馬夏24人 茂林150多人 預防性撤離 山區降雨預測雨量300毫米 26號晚間6點起 高雄五個山區停止上班上課 遊樂園摩天輪暫停營運固定好 避免大風吹搖晃 畢竟四年沒遇到颱風天 防臺意識不能不提高 TVBS新聞高雄綜合報導